《道德经》第二十二章 报依手中的心法 老子告诉我们 取则权 取就是曲线 权就是周到周权 一个人能够这样拐来拐去 你才有办法面面俱到 你如果走直路 就会引起正面的冲突 就照顾不了权局 所以老子第一个就告诉我们 委屈才能求权 这句话我们已经流传了很久了 一个人不能受委屈 你就不可能有权 硬碰硬 走直路 个性直 就会把人都得罪光 你还怎么保全自己呢 枉则直 枉就是不直 受冤枉 你才有清白的一天 所以很多人认为 我是冤枉的 我很凄惨 其实有什么凄惨的呢 你不受冤枉 你永远没有清白的那一天 你受了冤枉 很快就会得到清白 年轻的时候总觉得受冤枉很委屈 那个时候没有想到委屈才能求权 没有想到会这样 所以当领导冤枉你的时候 最好不要去表白 不要去申诉 现在很多人喜欢立刻申诉 申诉是西方人的方法 最好不要申诉 因为好不容易让他冤枉一次 别人都没有机会让他冤枉 你有机会让他冤枉 后来他一看 其实你没有错 是他错了 他就会对你特别的好 挖则赢 你有地望 有空间 你才能装得进去东西 但是最好不要赢满 不要赢满了 你就永远有功能 永远可以装新的东西 必则新 这句话非常重要 必是旧 旧了才会有新的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这是我们都知道的 我们中国人讲新 一定要把旧连在一起 否则的话 你就会觉得新的就是好 新的就是我要的 然后你就会喜新厌旧 你就离到很远了 你就会忘本 现在为什么离婚率越来越高 就是他觉得新的好啊 有钱了 更要换个新的 升官了也要换个新的 那成什么体统呢 新的跟旧的一定要连在一起 必则新 既旧才能开心 你把旧的搞懂了 你才能够温故而知心 否则那个心都是非常危险的东西 少则得 我们没什么欲望 很容易就满足 因为我要的少 当然人家愿意给我 多则祸 多要 人家就会感觉很疑惑 你要那么多干什么 他反而不会给你 你就达不到你的目的了 多少其实是人的感觉 不是真的是多少的问题 一个人很容易满足是最快乐的 其实大家如果跟外国人交往 你会发现 外国人真的比我们要容易满足的多 中国人是天底下最不容易满足的人群 我们真的要好好地了解自己 老天给我们一个贪得无厌 很难满足的性情 就是要让我们去修的 你看外国人去度假 花几百美金 就住在那个旅馆里面 叫东西到房间里面去吃 其实他是在房间里面看书 我们觉得这种人纯到了极点 那你出来干什么呢 中国人哪里有出去就待在房间里看书或者睡觉的呢 那会觉得非常浪费 一个个把自己搞得很累 外国人穿得很简单 到海边找一块沙滩 然后开始挖个洞 把自己跳进去 把土淹到脖子 他可以一淹就半天 中国人看到这里就觉得很奇怪 那你出来干什么呢 中国人看到就觉得很奇怪 出来旅游是在略带自己吗 你跑夏威夷来干这种事情 可是人家自己很愉快 他很容易满足 所以民族性不同 个人走个人的路 千万不要盲目的去学习 尤其是当你还搞不清楚的时候你去学习 那真是会闹笑话的 是以圣人报医为天下事 报医为天下事是什么 一句话 以无欲为德 一个人最高的德性就是无欲 你们要强 你们去抢 你们要争 你们去争 我不强 我也不争 我心里头什么都有 我不一定拿到手才叫有 我不一定是我所有才叫有 我看到了我就满足了 我就有了 所以圣人他就报定了一个心意 我清心寡欲 我少思 不是总想着自己 我以天下为己任 我跟天下万物合为一体 这样的话就可以通到所有的势力 为天下万物共同的一个准则 就是这样而已 大家回忆一下 在第四章的时候 老子曾经讲过 迎破报医能无离乎 凡是凭良心 身体听从良心的指使 你就很自由自在 自得其乐 老子在《道德经》第二十二章 除了给我们提出六个实践 报医手中的方法之外 紧接着又告诉我们 不自贱 故名 不自事 故张 不自罚 故有功 不自经 故长 这其中又包含着哪些深意呢 不自贱 故名 什么叫自贱 就是自以为高明 以自我为中心 故执己见 实际上他忘记了 他是戴着有色眼镜的 其实大部分人 都是戴着有色眼镜的 因为人很不容易客观 人是相当主观 如果他告诉你 我这个人是一点不主观 我是客观的 你心里是不是很好笑 这个人已经主观到 认为自己很客观的地步了 眼睛所看到的很有限 而且眼睛经常在骗你 你所看的都不一定是真实的 因此 你要不自贱 才能看得清楚 不自视 故张 自视就是自以为是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最喜欢做的就是 把道理拉到我们这一边 我们很舍不得自己跑到道理那边 唯道是从 是自己应该跑到道理那边 而不是把道理拉到我们这一边 但是大部分人就是自以为是 别人说的都是错的 这种是不明白道理的 你要不自视 道理才会明白 才会招名 才会显著 所以叫故障 不自罚 故有功 罚 老子用过很多次 就是称赞自己 说难听一点 就是过度的自我膨胀 一个人说 我是专家 我对这个罪有研究 你问我是没错的 这个人是一点功都没有 不自罚 不自己夸张 不认为自己有能力 不过度的膨胀 你才能够把功做出来 不自金 故障 金是什么 很自负 一个很有自信的人 其实是一个心里很空虚的人 第一个表现自信的人 就是自己很慌张的人 要不你要自信干什么 一个人很怜惜自己 就是很自负 因为别人都可以吃苦 就是我不能 别人都可以被人家可怜 就是我不可以 这种人叫做孤方自赏 叫一意孤行 我们要不自怜自爱 不孤方自赏 不一意孤行 才会持续的成长 当今社会竞争非常激烈 这种争在给我们带来利益的同时 也带来了很多的烦恼 老子在本章就给修道之人 指出了一条避开争端的方法 那么在现代社会当中 我们究竟怎样才能避免与人相争呢 老子做了结论 夫为不争 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因为什么 因为你根本不争 那谁还和你争呢 无从争气 看到苹果 你伸手去拿 所有的人都伸手 你就未必能够拿到 我不拿了 大家反而觉得说 哦 那是不是我们也等一等再拿了 大家反而都不急着要争了 就像超市里抢购一样 总是买涨不买跌 就是因为争的缘故 自贱 自试 自罚自尽 这都是以自我为中心 如果能够去除这四样东西 你就会不争 所有的 你争我夺 都是有人先争所造成的 天下如果找不到争的对象 你还争什么呢 古之所谓 取则权者 我们从这句话就可以感觉到 老子跟孔子是一样的 都是极大成的 所以他说古人常常告诉我们 取则权 网则直 挖则赢 必则心 少则得 多则祸 岂须言哉 难道是随便讲讲的吗 中国人一直到现在都知道 多得永远不如少得 少则得 多则祸 成全而归之 老子书里面 只有这一次出现了这个成字 因为他很少用这个字 他是表示实实在在的 实实在在的是权而归之 同归于权的大德 谢谢大家 我们23章见